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今天Magic大自然就要派你们一个任务 你们要去找一个极签证又不太认识的朋友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都很亲近也很熟 博士 你是不是又要我们出动去户外探险 Bingo 你怎么这么厉害 我今天就是要你们去找一个极认识又陌生的职务 可是博士身边有很多植物 我都常常看见 但我都不认识 这样喔 博士 那这些植物有什么特点 OK 这个植物的特点 它是不会开花也没有结果 可是它是以叶子为主体 它是在很多地方你常常可以看到 而且它是次代交替 这个在其他的很多植物都不常见的 博士给的提示很多了 我想再查一下资料 应该就可以找到这个既亲近又陌生的朋友了 好 那今天就派你去出任务 你要好好地去寻找 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喔 OK 没有问题 Magic 大自然 就过来 就过来 我是绝类啦 当你们不小心遇到我 有没有赶到满头问号 但这个问号正是绝类的正字标记喔 可惜大多数的人来去匆匆 注意到我们的人好像没有太多 想不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秘密 快来探访 你有点熟悉 却又感觉陌生的绝类植物吧 佩儒 我跟你讲 我昨天回家查了一大堆资料 发现不是说的那个东西 应该就是绝类了 真的绝类喔 绝得好累喔 绝得好累 绝类 绝类 你们也是要去找绝类的吗 我叫过猫老师 过猫也是绝类的 那我带你们去找我的绝类子民吧 好 好 走 走吧 过猫老师 在这一片茫茫植物海中 要怎么找到你的绝类子民啊 对啊 博士说以叶子为主题嘛 可是我看这里一整片都是叶子 要怎么找啊 你们问了一个好的问题 我今天刚好准备了一个体操 你们跟我做一次 你们就会知道什么是绝类呢 好 请把双手借给我喔 好 把手慢慢的伸直 我们现在是一棵大树 手是叶子 对不对 身体是金 身体是比较明显 那我们现在变成绝类了 来把身体慢慢的缩起来 越低调越好 但是手又很明显 所以绝类跟大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叶子很明显 但是金通常地上不容易发现 很低调 好 这就是绝类跟一般大树 第一个不同的地方 那请你们现在从旁边这边照看 有没有绝类植物 这个不就是绝类吗 你看 一大片的叶子 对 那我问你们喔 这个是不是绝类 这应该不是吧 因为我通常印象中绝类都那么小 然后这个那么大应该不太是 这个是绝类 那我刚刚有说以叶子为主体 那你们仔细看喔 从这边开始到这边 是一片叶子这么大一个喔 所以这个不是金吗 不是 金在这里 它的金是不是很低调 我们叶子超级无敌明显 这是绝类的一个特征喔 所以佩儒 你看大树跟绝类真的差很多耶 大树的叶子都在上面 然后绝类都在下面 地上 所以老师我们找绝类的时候 是要往地下去找吗 会有一些不是地面上的绝类 再给你们两个提示 让你们更轻易地找到绝类食物 绝类的背后呢 或者这些点点 这些是他们的包子囊堆 包子是绝类繁殖的器官 那在绝类的叶子长大的是平平 但是他们小时候呢 请借我一只手 然后把它卷得像蝸牛一样 绝类的幼艳地会这样子卷起来 那长大才会慢慢地这样子伸出来 所以等一下请你们找两个东西 一个是业背的这个包子囊堆 然后另外一个是幼艳卷起来 好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好 那我们就趁快去找吧 好 那我们就趁快去找吧 go 诶 余欣 你看这个 它很大耶 应该是那种平常没有看到的绝类吧 可是它不符合我们任务主题 它没有卷区 那上面那个呢 它有卷区 可是它那么大一颗 而且长得那么高 是吗 不然我们问问老师好了 呼叫老师 你们找到绝类了吗 我们找到了这个 它的叶子就是很像绝类的叶子 然后它的幼苗也有卷区 可是我们不太确定它是不是绝类 因为它有点太大了 它也是绝类哦 绝对是以叶子为主题 金不明显 但是有一个家族 树爵家族 它们的金也很明显 你看 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很稀奇 但是在恐龙时代呢 有很多很多的绝类 都是金也很明显 像大树一样 然后到了我们现在呢 这种金很明显的绝类 只是在他们家族了 刚才你们看到这个卷卷的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刚刚老师说的幼苗嘛 对 幼叶 幼叶 对 这叫做笔桶树 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你们可以再找我看吗 它上面有一些毛耶 这个是它的金色的鳞片 在卷区的幼叶跟旁边的叶子 谁的猫比较多 幼叶也比较多 幼叶也比较多 幼叶也比较多嘛 对啊 老师 它是长大的时候 那个毛就慢慢掉下来了 对 长大之后 比较容易掉下来 这个毛毛是保护它的 幼叶宝宝的一个构造 来告诉你们一个笔桶树的秘密 不要跟其他人讲 可是它有头皮屑的困扰 头皮屑 来 我们带你来亲眼见证 好的 我们来看笔桶树的头皮屑吧 头皮屑 在哪里啊 你们找到一个笔桶树 找到它的叶子的时候呢 像这个就是它的叶子 把它轻轻地翻开到背后去看 看到有白色的点子 白白的 你片影片对不对 就会像头皮屑 这是它的白色的鳞片 笔桶树有第三个可爱的地方 它还有一个触号 叫做蛇木 很霸气的名字 对啊 这名字好酷喔 其实它这个蛇木的蛇 是跟蟒蛇的纹路有关 因为它的大片的叶子 掉下来之后 这个痕迹呢 一颗一颗痕迹 这样很像蟒蛇的纹路 随着蛇木 下次你们看到这些特征 就可以找到笔桶树了喔 好 不行 欸 佩如 你看这个 找到了吗 嗯 这个应该就是吧 嗯 好 不然我们问问老师好了 刚刚刚我们有找到您说的这个 有包子的蕨类了 嗯 哦 不错 观察力很好喔 那其实这个呢 不是包子 因为包子呢 非常的小 我们眼睛看不到 可能这样子 呼吸可能会吸到 在空气中飘散 那你们看到的东西呢 叫做包子囊堆 包子囊堆 没错 那你们刚刚看到那个造型嘛 它把它分成最小的一个沙粒呢 是一个包子囊 一个包子囊 就像一个钱包一样 里面装了很多的包子 大概 大概是六十四个 那这些包子钱包呢 堆在一起的造型 就是你们看到的包子囊堆 哦 不同的蕨类呢 你觉得它们包子囊堆 会不会不一样啊 嗯 还应该会长得不一样吧 对 没错 排列方式那就是我们辨别蕨类的种类的依据哦 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下一个任务 就是要找造型特别的 那例如说 有些蕨类可能会穿裙子 穿裙子 等一下请你们放大眼睛 跟我一起找吧 嗯 好 go 走 穿裙子的 对啊 没看过 这个是蕨类吗 这个是蕨类 诶 诶 这颗是不是 可是它没有穿裙子 好 然后我们来看 嗯 这个超大的 可是穿裙子应该要高一点吧 嗯 有可能 没看过 诶 诶 诶 穿裙子的蕨类 我觉得蛮像的 嗯 有点像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 疑似是你刚刚说的那种 穿裙子的蕨类 我觉得它那个有点像大树 榕树的那个气根 我反而觉得它有点像夏威夷草裙 就一条一条那种 你们找到了 我刚刚请你们找到穿裙子的蕨类了 嗯 很棒哦 那你们记得你们刚刚看到的比桶树吗 嗯 是大树型的蕨类 嗯 那这个也是一种大树型的蕨类 叫做台湾梭螺 那请仔细看一下台湾梭螺的裙子 再看看它的整颗植物 请问这个裙子是什么东西做的呢 应该是它的那个枯掉的叶子吧 因为它在它的裙子上面 有看到一些叶子的痕迹 这个枯叶裙呢 其实是有特别的作用的 它不是只是为了好看而穿的 台湾梭螺住在森林里面 森林里面有很多很多植物 会有藤蔓爬在它的身上 植物会有行光合作用 所以如果很多藤蔓盖住会怎么样 就会死掉吧 对 可能会比较困难 行光合作用 台湾梭螺它虽然没有手 可以把藤蔓拔掉 但是它有它的枯叶裙 当这个藤蔓够多 把它铲得够重的时候 咔嚓 它就可以把这个藤蔓摆脱 好聪明喔 不过好事 它这个保护机制行程 是不是需要一点时间 一次性的那种 可能要等它下次再长出枯叶 那其实我们今天刚好可以看到 台湾三种大树型的蕨类 一个是笔桶树 一个是穿大裙子的台湾梭螺 另外一个是这一棵 它的裙子比较不明显的鬼梭螺 鬼梭螺 老师可是它长得就是矮矮的 这也可以算是大树型的蕨类吧 但是它长得比你高了耶 而且它的金呢 你看很明显对不对 它金很明显 跟它一样嘛 对 跟我们讲的 以叶子为主 也绝对长得比较不一样 这个是树爵家族的 那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一条 号称世界上最长的叶子 它也是一种蕨类喔 哇 老师 你赶快带我去看吧 好 Let's go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 据说是世界上最长的叶子喔 蛤 世界上最长的叶子 就只有这么长而已喔 没有 我别小看它喔 从你手上拿的地方呢 到这里面这边一整串 都可能是一片叶子喔 一片叶子 没错 老师 可是这里不就是它的金吗 这样还叫做一片叶子啊 这个不是它的金喔 就是它的叶肘 是它叶子的一部分 那这个叫做海金沙的植物呢 它会喜欢爬到其他树的身上 那当树很高的时候呢 它的叶子就会往前生长 那它可以爬到更高的树 所以这个叶子呢 是可以一直往前 越来越长的喔 那你们现在看了 这个最好的叶子之后 我要带你们去看一种 最喜欢拍照的叶子 拍照 好 我们走吧 好 走 你们拍照的时候最喜欢比什么姿势呢 当然就是耶 没错 所以你们看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最喜欢拍照的蕨类 因为它跟你们一样比了耶 耶 耶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外形比较特别的蕨类喔 它不只外形特别 它的名字也蛮可爱的 对不对 你知道猴子的英文是什么吗 猴子 猴子 没错 那它的名字就是猴子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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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猴子有点谐音 下次来布道 我们就可以一起找这种 最喜欢拍照的蕨类喔 耶 嗨 大家好 我是绝宝宝啦 说到我的出生可是充满着爱喔 平常大家看到有着根 金 叶的蕨类植物体 叫做包子体 当它成熟时就会产生包子囊 而包子囊又会产生包子 包子长大后会随着风力或者水力等等方式到处传播 遇到适合的环境 就会开始萌芽 长成爱心型的配子体 在配子体上有藏精气和藏卵气 精卵结合后先形成幼芽 渐渐的又长成拥有根 金 叶的包子体 说到这里有没有发现又回到了包子体呢 没错 这就是我们蕨类周而复始充满爱的世代交替 刚刚于心有问我 找蕨类是不是都要从地上找 其实这个问题呢 多数蕨类是地上长出来的没错 但是有些蕨类跟人类一样住在楼上 所以我先带你们去看住在楼上的蕨类 来 这边 你看 上面有两种不同的叶子 一种是像鱼虎头的这一个 这个是矮浆蕨 矮浆 那旁边有这个长长的这个叶子 它是一种草蕨 草 就是鸟草 草蕨 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好吃的蕨类叫做 山苏 它是草菊的一种 那我们来看看住在树上的蕨类 它的生长环境跟地上有什么不同吧 那地上的蕨类呢 它有泥土有水嘛 它就可以直接生长 那在树上呢 没有泥土跟水怎么办 那有些蕨类呢 它的下面呢 这边会膨大或是会叠在一起 就可以储存一些泥土跟水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好多土 那其他的植物呢 有机会也会从这边长出来哦 自己形成一个楼中楼的小天地 真的好像一个大植物公寓这样 这个比喻超好的呢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看 可不可以找到其他更特别的蕨类吧 好 Let's go 经过今天的绝地任务后 你们两个有没有找到 自己觉得最喜欢的蕨类啊 当然有啦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那个QQ的比桶树的问号 对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卷曲的样子很可爱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 幼页上的金色的毛 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在其他的蕨类身上好像没有看到 那既然于心喜欢金色的毛呢 那老师告诉你们 有另外一种绝对叫做兔角绝 就像小兔子的脚一样 有白色的毛 那你们之后去公园或是学校 或是步道的时候 仔细看大树上 有机会找到白色的毛喔 那我想问佩如 你最喜欢的绝对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比叶的那种 叫做什么啊 芒奇 芒奇 因为我自己就是拍照的时候 也很喜欢比这个姿势 然后就觉得很有亲切感啊 而且它也长得很可爱 感觉基天你们两个绝地任务 都非常有收获呢 以后呢你们去无论是步道 或是自己家旁边的公园 或是路边都可以注意看看 说不定都会遇到绝类喔 最后呢想要拍 跟你们拍一个绝类大合照 请摆出你们最喜欢的绝类知识吧 好 3 2 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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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一天呢 我们在山里面 认识了一天的绝类之后呢 我发现绝类跟我想的 其实有一点不大一样 因为我原本想绝类就是小小一株的 然后呢 要靠近地面才会看到它 但是那一天呢 我们有看到像是树爵啊 台湾索罗这些大树型的绝类 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对它们有新的认识这样 看来怡欣你很有心得喔 对啊 一般呢 就像博士讲的那样 绝类真的是一个既清净 然后又陌生的植物 很常在野外看到它们 但是呢 经过郭邦老师的介绍 我才认识它们这样 台湾是介于热带跟温带的交界 而且地形很复杂 气候又有多变 所以有很多绝类植物 生在这块土地上 大概日本跟台湾 这个绝类植物大概有六百多种 可是日本是我们的面积有十倍大 那至于欧洲呢 它一共才只有一百多种而已 哇 台湾的绝类种类密度 真的很高耶 为了让你们认识更多的 台湾这些绝类植物呢 那我们现在就 用绝类的义务叶 跟它的成叶来连连看 你看喔 乌毛绝类的义务叶 跟它的成叶是这一个 OK 那芒奇呢 义务叶跟那个芒奇 它的叶子呢 是那一个 那香爽的这个绝类呢 它是这个 那台湾沙楼呢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种幼叶呢 跟它的那个 长好的叶子呢 其实是相差很多 我们去挖探的时候 有看到台湾梭罗 那个芒奇 这些绝类植物呢 它的幼叶呢 长得都不太一样 那个辨识度是很高的 那 譬如说 乌毛绝类它的幼叶呢 它的红色的部分呢 退色是比较慢的 那芒奇它的幼叶呢 它是层次歪日形的 那香爽绝类的它的幼叶呢 那个就像一个伞子一样 那台湾沙楼它的幼叶呢 是深色的 有深色的毛喔 这样子我们认识它们之后啊 以后在户外看到它们 就可以大胆地 喊出它们的名字啊 很好 那个绝类植物呢 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植物 已经有上一年的时间 而且呢 它的用途很广 像我们呢 有时候呢 这些绝类植物呢 有些呢 可以当食物 像山叔啊 桂鸟啊 那有时候呢 可以来入药当中药食物啊 像海金沙啊 骨翠卜啊 鼎鼎啊 鼎鼎 绝类真是个 不可被小觑的植物呢 没错 不仅仅绝类呢 是蛮厉害 如果你都去认识呢 很多台湾的植物呢 也许你可以发现 有更多的植物的秘密喔 记得别辜负了台湾 这个丰富的地理环境 所造成的多样性呢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WOW新闻 澳洲的塔斯玛尼亚 有天然之洲的美名 由当地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 不过风景虽美 当地全面领着严重的就业问题 许多的塔斯玛尼亚人 因为试字及算数能力太差 失业找不到工作 为了帮助他们找工作 当地发起职业训练计划 希望可以帮助事业者们 喜得遗迹之长 找回自信心 来到澳洲的塔斯玛尼亚 看着车的瓦格纳 建议园林绿化公司 已经两年了 他说自己当老板 就像校长兼装中 必须拥有多种技能 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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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文字和计算能力 都是从政府资助的 职训计划学来的 为了培养人们的工作能力 减少失业 塔斯玛尼亚政府 与当地组织合作 进行了一连串的培训计划 这个计划的目的 在帮助 没有一记之长的人 找到工作 建立信心 去尝试新的事物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正在研究 正在研究 我们的组织合作 他们也感到 能够进行其他工作 学会了测量 卡麦蓉阿姨说 他的终极目标 是要帮老公盖房子 我夫妻和我 在建立一个房子 我们没有建立任何东西 甚至没有建立 所以我认识 如果我认识 认识 能够用力 我可以帮助他 调查显示 以前有一半的塔斯玛尼亚人 试字和计算能力都很差 如果不认识字 看不懂操作说明 就很难找到工作 我们来用一些人 做核心工业的工作 如果他们不能读 和解释 保障的保障指示 他们可能会使用 他们会使用自己 和其他人 会使用自己 专家希望 藉由完善的 咨询计划 消除文盲 帮人们建立信心 也帮人们找到更多 更大的未来梦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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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